你看在 这就很久了 差不多 五十年前吧 五十多年前 在香港有一位很有名的 何东爵夫人 你看她老人家 挺了不起的 家里面的小孩 不信佛的 他们周日 都在教堂里面 所以 个人信个人的 那他老人家是信佛教 念佛 小孩呢 儿子媳妇呢 信上帝 没有关系 都好 互不妨碍 可是在最后 这位老扑上 他在走之前 特别邀请一些 佛友到他家来打佛气 因为他们家大嘛 那就都来了 念了七天佛之后 到第八天 要结束的时候 大家本来要走嘛 老婆再挽留大家一天 我今天就要念佛往生了 你们送我一程 好不好 好不好 好啊 这不就欲知实至咯 他肯定是在 七天前就知道了嘛 应该也 估计时间也告诉他 那他的儿子媳妇也在现场 就眼睁睁地看着妈妈 在大众念佛生当中 念佛走 据说当时还有记者在现场 那记者这个笔写出去 那不就报道出来咯 我们可想而知 那个记者福报也挺大的 是不是 他写再多的新闻报道 那个功德都没有写这篇报道大 或者还有人呢 把这件事 跟师父上人说 这都属于正转呢 所以有这些老实听话真干的人 你看他们到晚年的时候 健健康康的 不用去医院了 其实我们到了晚年不生病 这是对儿女来说 他们的负担就减少很多 再说句不该说的话 我们如果真的到了晚年生病了 您的小孩愿不愿意照顾您 不要点头太早 有一句话怎么说呢 叫什么 久病床前 是不是 后面一句话您知道吗 可能一开始他还开车送您 这里去看看 那里去走一走 时间长了 他也翻了 尤其是我们如果银行里面没有阿拉伯数字 他愿不愿意伺候您 房产也没有 什么都是没有的 这时候他就会找理由把您送到一个地方去 哪里 养老院 是不是 他有很正当的理由 专业的人士来照顾您 我不懂 我帮您付这个费用 您不是有养老金吗 养老金 然后我再帮您加的钱 你到那边去 你有空我过来看您 真的把您送过去 他来不来看您呢 可能一开始还比较勤快一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次数就越来越少 到后来打电话怎么样呢 他有一大堆的理由 说他很忙 人最大的福报是什么呢 不生病 这是最大的福报 能够吃 能够喝 能够听 能够看 能够走路 能够自理 你看这个谁啊 李世公 是不是 李世公如果不是两次食物中毒 他怎么可能会在95岁 要别人来照顾他 他95岁之前都是自己洗衣服 自己烧饭 自己整理房间 还每个礼拜固定奖金 所以当他老人家在95岁的时候 95岁的时候呢 第二次宣布 两年之后我就要走了 这是什么 这不就欲知实质了 其实他在25年前就已经宣布过一次 70岁的时候他就讲过一次 我现在随时可以吻胜 70岁 可是弟子们不舍得 希望老师长住时间就齐勤 那李世公也答应了 这才多注视了25年 所以我们对这个灌顶呢 一定要懂得他的意思 有人就误会了 灌顶呢就是请一个金刚上师 在他的头顶上 撒几滴水 给他念一个咒语 那个咒语也听不懂 念给他听 就以为他被灌顶了 如果是这样子算灌顶的话 那我们每天洗澡 那算不算是灌顶 那不光是几滴水 那不晓得多少桶水 所以要懂得他的本意 还懂得去修 下面讲 经云生灌顶皆 对语会大势而言 乃至后卫 我们这部经呢 也讲到这个灌顶 当时语会的听众当中 有三位出家等觉菩萨 还有十六位呢 在家等觉菩萨 他们各个也在受灌顶威 这个是属于后卫 但是对教导众生来讲呢 教化众生 结缘灌顶 这个是属于初卫 它有不同的 初卫跟后卫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一定要怎么样呢 尽量在行这个灌顶时 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搞清楚 要把弥陀经 把无量寿佛经 观无量寿佛经 所讲的理论方法等等 到处跟人家宣传介绍 我们也希望大家 在得到这个无上的顶法之后 都可以在这些事情当中 得到最真实的利益 其实一切诸佛 真的是想把他最好的顶法 天天讲 可是他是能够讲 但是佛又没有办法天天讲 为什么佛没有天天讲呢 是因为这个法门不是一般的法门 他也被称为什么 男性之法 如果说大家一开始就能够相信 那太好了 那一开始佛就讲什么经呢 华阴经不用说 那是对法生大师讲的 那佛对大众 普通大众讲经 是在鹿野院嘛 对吴比丘 如果那五个人就能够相信 净土法门 恐怕那一天就开始讲什么呢 无量受尽了 因为这个是男性之法 所以佛呢 就改讲别的 就讲四地苦及灭道 等到方等的时候 佛才开始起讲无量受尽 足足等了十二年 才讲这部大经 刘兴智 人